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霹雳手段 怎显菩萨心肠 当李世民面对同样的传位难题时 作为过来人的他 能不能吸取谢的教训比他爸做得更好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的座右铭是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躺下 给李世民出难题的正是他的两个儿子 太子李承前和魏王李泰 我们的口号是让悲剧重演 太子李承前绝扎一枚 大唐板扶不起的恶斗 他经常翘刻不说 还喜欢跟老师对着干 更嚣张的是 就因为老师曾批评过他几句 他就派人刺杀老师 现在不听老师的话 以后走上社会 迟早会吃亏 老师 你可以下课了 魏王李泰 赴黑男兼资深文艺青年 李世民对他的溺爱远远超越了太子 正是这种溺爱让李泰生出了争夺皇位的野心 溺爱出溺子 冠子如沙子 李承前担心会被李泰抢走太子之位 曾派杀手去刺杀李泰 不过杀手的业务能力不太行 结果没成功 这个杀手不太冷 李承前斗不过李泰 结果脑子一抽筋 竟然打起了老爸的主意 他想模仿老爸当年的操作 发动一场政变 逼迫老爸交出皇位 敢杀啥不行 坑爹第一名 可惜李承前还没动手 就走了了消息 李世民气呼呼地将他从万众瞩目的太子打成素人 李承前被废后 李泰自然成了太子的热门人选 就在李泰坐等当太子的时候 没想到突然杀出一匹黑马挡了他的道 这匹黑马就是他的弟弟 晋王李治 为了做太子 李泰开启了忽悠模式 他对老爸说 如果将来让我做了皇帝 等我百年之后 一定杀了儿子 传位给弟弟李治 这种鬼话 哥谁谁都不信呢 但由于太过冲逆力太 李世民还就信了 你儿子的话 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有个大臣提醒李世民说 你别听你儿子瞎忽悠 他怎么可能舍得杀掉自己的儿子 传位给弟弟呢 这不符合人性 你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 我竟无言以对 为了防止李治跟他抢皇位 李泰在忽悠李世民的同时 还不忘恐吓李治 李治胆小怕事 吓坏了 联盟把李泰恐吓他的事告诉了老爸 李世民听罢 李泰多年来在他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孝子形象 瞬间帮他 知道真相的我 眼泪掉下来 与此同时 李成前还向李世民告了李泰一状 我已经贵为太子 坐等即位不就行了吗 我为啥还要冒死造反呢 还不是被李泰给逼的 你要是立李泰做太子 就等于中了他的圈套 这下 老天给李世民出了一道选择题 A 如果立李泰为太子 李成前和李治都得不得善终 B 如果立李治为太子 李成前和李泰都可以活命 考虑再三 李世民最终还是选择了让李治做太子 哈哈 不争不抢 上天自有打赏 晚年 李世民时常生病 为了治病 他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他讨厌什么人呢 那些炼制长生不老药的人 据说 他就是因为吃了长生不老药才暴死的 想要死得早 首选长生不老药 李世民驾崩 李治顺利继承皇位 史称唐高宗 唐高宗在历史上的存在感非常低 主要是因为他的风头全被他老婆给抢了 他老婆是谁呢 说出来 恐怕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的女皇帝 武则天 在南尊女卑的古代 武则天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皇帝的呢 咱们下集再讲 在中国历史上 像汉高祖刘邦一样豁达的帝王不少 像魏武帝曹操一样神物的帝王也不少 但两者兼备的帝王就屈指可数了 而唐太宗李世民呢 却算得上是一个 在隋朝末年 他战必胜 功必克 一局扫灭群雄 在贞冠年间 他知人善任 从简如流 又开创了贞冠之志 这种文物双全的千古明君啊 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几个啊